欢迎我们今天的作客嘉宾夜叉乐队 欢迎 大家好我们是 夜叉 我们先做一个团队当中的自我介绍 我是主唱胡宗 我是贝斯手张晓太 我是吉他手马凯 那我们也都知道夜叉乐队从199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26个年头了 那咱们能坚持这么久 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呢 信念他们上报我觉得摇滚已经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了吧 融入了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要生活你所以这个东西就一直跟着你走 已经融入到了自己生活 对融入了自己的生活身体各个部位 那在夜叉乐队的整个历程当中啊 肯定也是经历过非常多的困难 因为毕竟咱们经历了26个年头 肯定这其中也非常的不容易 那这个困难当中从成立到现在 有没有面临的什么音乐上的困难 肯定啊 我觉得每个乐队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吧 不管是音乐创作还是生活 因为在北京 好像北漂这个词现在是没了吧 有 但是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没有这个词 没有什么北漂这个词 就是来要做摇滚乐只能在北京 所以就来北京了 可能会面临生存的压力啊 还有很多 然后 但其实我在看一些文章的时候 他们在介绍树村时代的时候 会觉得那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时期 当然很美好 很美好 有音乐陪伴就觉得 因为大家年轻嘛 年轻只有梦想和理想在后边 当下其实过得再苦 其实也是一种快乐 因为有全国各地来的都是喜欢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 每天就是聊的就是音乐 真的就只有音乐 可能现在会跟的人会聊别的 但是那时候就是最纯粹 就是音乐 创作 是有什么新的想法 每天在自己练了琴 排完练 然后在树村的一个小饭馆里边 大家聚着聊 就特别开心 您就是曾经在这个访问当中说到说 夜叉将迎来新的时代 指的是成员变动之后的重新组成呢 还是指这个乐队会有一个新的风格 这就是新的时代吗 新的时代 那其实这个新的风格 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解 就是对于这个乐队 可以马凯说一下吗 其实我是差不多来夜叉 也差不多有十年时间了 九年多了嘛 然后我也经历了几张专辑 就跟反正目前夜叉的状态是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每个人的 怎么说呢 就是自身的状态也不一样 就是做音乐的一个状态不一样 因为之前还是相对比较懒散嘛 就因为可能大家磨合的时间久了 或者什么就没有那种特别新鲜的那种感觉了 就现在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 就每个人都比较有动力 做乐队这个事情 就其实每个人只要有动力这事就比较 比较轻松能够搞定 还是向上的一个精神状态 这个动力的点是什么 就比较放松吧 我觉得因为像小他 像我们的鼓手王石展还有夜叉下 他们这种年轻人他们加入进来 他们不是说更多的说要靠这个乐队挣钱来养活自己 或者是怎么他们其实有更多的是音乐梦想 因为他们除了夜叉之外已经不会为自己的生活呀 身体担忧了他们有解决这个的别的途径 就小他是在B站做 up主 他有一份自己很稳定的工作 然后我们的鼓手王石展 我昨天跟他聊天 说一听我说你有多少个学生 说三百个学生在跟他上课 富豪 你一年挣多少钱 我可以直接脱口而说是富豪 他说他的学生还在猛掌 他经常就是上课后 我们那排练有时候会碰上 他会挑时间 他们有自己的视作 他就不会就很放松了 就是真的是为了音乐 大家在一起做 就更加蠢粹了这个组合 这个乐队 然后到目前这个应该怎么来定现在的风格呢 是新金属吗 不是新金属 也不是新金属 我再定一下 我再就是夜叉只有在第二张那个发发发那个年代是新金属 除了那个年代 基本上就跟新金属没什么太大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主要颜色还是就是激流 敲击 激流 Groove Mat Groove Mat 就是律动金属 律动金属 对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会时不时的出一首琴嗓的歌 那就是属于另外一个范畴 硬汉柔情 硬汉柔情 暴虐的温柔 私下里你们会时常听自己的歌吗 我从来不听自己的歌 那你们会听吗 我会听 会主要听那几首 哪个时期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比如说这个歌已经发表了 我可能就不再听了 就是在没发表之前混音的那个版本的时候 会来回听来回听 可能得听个七八十遍那样子 然后就直到听意 然后可能就回头朋友来了 或者什么的 你听我们新发的这歌 然后对 我是会听那个 比如近期演出会演的一些歌 比如我们定好一个下一场演出会演一 比如说这个十首歌 然后呢我就把这十首歌 就从头听到尾 然后 有点像是一个耳边的排练 对耳边的排练 因为你不可能就是 你排练的时间肯定是大家聚在一块时间 那个可能每天就几个小时就结束了 但是 但是私下生活当中不会去回听吗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私下的时候会把 就是要排的那些歌 我当成一个歌单 我自己再听一遍 就是在虽然没有 没有琴 手中没有乐器 然后也没有他们陪在身边 但是你听的时候就慢慢去找那个 状态 对现场那个状态 然后保证就是想象脑补啊 台下人山人海 然后进入那个状态去排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听了 因为每首歌我听的太多 听太多 从创作到排练到录音 然后基本上每段专辑 我都要参与去制作 陪着那个锁粉师在那反复 我经常会钓鱼 其实我钓鱼的时候 也是脑子里也在想一些别的事 不只是在那钓鱼 您的爱好是钓鱼 但是在玩重金属 不是老头钓鱼 不是老头 打窝子那种钓鱼 我玩的是那种 现在年轻很风靡全球的那种 叫路亚 路亚 对 我把甲尔那些扔出去 收回来 是和现在那种叫 素溪的那种运动是一样的 是沿着溪流走 就是走很远 明白明白 不是老头那种 那其实您私下里会更安静一些吗 对有时候你面对那些一个人在那环境里面面对大山那种一片水的时候 你脑子里其实是在外边的 有时你会考虑很多自己的事情啊 你会想很多别的 其实是在那种放空的 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 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什么新的网络热点吗 网络热点好像不怎么关注网络 不关注网络 刚才说什么 什么快乐星球 就是唯一关注的热点是吗 就是举个例子哈 就是从走音上啊 对 什么币站上啊 有了疑问 什么是快乐星球 他真的什么是快乐星球 不知道 不知道 有人说了吗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 我现在就带你研究 就是走音上现在特火的一个一段 什么不明白 什么意思 就是所以什么是快乐星球 一个什么也类似于一个那种什么同星吧 好像就是年轻的时候一个梗 对 他是一个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儿童的动画片 我比较反对那种素食文化素食音乐 你会有看抖音吗 不会 抖音我只看我乐队的发布的一些东西 别的我不看 所以还蛮 带勾是吧 就不是带不是带勾 也就是说就是还比较怎么讲呢 比较正常 这也是一种正常的表态 因为我爸妈好像也不是怎么怎么关注就是现在的 怎么就一个过认吧 畏类过认 sorry 但其实我私下里可能我看到的一些东西 因为抖音他会根据你时常看的东西也会跟你推一些不一样的 也跟你推同类型题材的东西 我会针对性的看 会针对性的看 不会去刷 嗯 好